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形容爱情有多难以触摸的时候 都是用天气来形容 就像周董说的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林峰说爱情来到时候似明美天气 黑酒鸟突然骤便雪落雨飞 杨坤说爱情就像南天白云 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而凭借我20多年来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这些歌词采用的应该是广东天气 介印广东的天气 不单可以说是难以触摸 甚至可以说是飘忽不定 就像最近那样 说就开始降温 但其实又没有完全降到 前段时间足够26-27摄氏度 甚至一度充到30摄氏度的高温 然后随着一股全能型冷空气煞到来 广东一呼一夜入冬感本 但凉了也不够两天 隐隐由一呼要升回的节奏 冰火两重天都没那么刺激 我真是被他玩到精进人望 怎么说也好 广东也是到了要降温的时候 所以我们借此机会 就来水... 不是 就来讲一期 关于降温的粤语政治 事不宜迟 开始讲了 本期节目由广州话方言辞点赞助播出 今期所有政治都是在里面查的 正所谓冤有头 各位朋友 最近应该跟我一样 出门的时候都没办法 好像一个月之前那么毫无顾虑 都是要开始考虑 要不要穿多件外套 大家因为穿外套出去 是必然会被人问 你很冷吗? 不穿又会被人问 你不冷吗? 搞得我穿又不是 不穿又不是 怎么都好像不对路 但事实上 穿和不穿 都好像真的不多对路 穿是轻轻的 不穿是梁震震 没想到已经2021年了 广东人仍然实现不了穿衣自由 梁震震这个词 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都说不少了 但我估计 没有多少人知道正确的写法 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觉得是梁震震 因为风是一震震吹起来的 这个说法看似合理 但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梁震震 也不是因为被风吹 可能是因为西泰严寥 也可能是因为人心不估 也可能是因为给了订金 但发觉不够钱给美款 但其实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梁震震 即是梁震震的意思 重点是 震在这个词里 作为呼词 表示的是 渐渐地的意思 而震震为何会是渐渐的意思呢? 你试想一下 虽然你在野外 一个不小心中了沼泽 广东人中了沼泽 现在很奇怪 你听估计不要拼估计 这里以前有沼气 有沼气就有沼泽 我们讲回正题 讲到哪里 讲到你中了沼泽 这件事不是你 一声就沉到落底 你会是会子沉阳沉 也不会在沉阳沉 那水游沉浸润 那在浸浸水iver 忘了 还有你 如果讲过 不算很多粤语政治 Oui de 也不會用得上 但關鍵時刻,可以裝模作樣 正因為廣東降溫如此艱難 所以廣東人是十分重視和珍惜降溫 連降溫的程度也有清晰的區分 現在這艇叫涼浸浸 再冷一點,我們就會用尺來應用 說時時那時快,尺出了場了 就是這個了 就是這樣平命無奇 就是這樣樸實無華 就是這樣 而這個尺除了有疼痛、刺痛的意思 也有冰涼的意思 為什麼是紅色,不是橙,不是黃色色的 我弟弟就是這樣覺得 我用了這個XX 青色是給珠熊稍微淺的眼色 而珠熊呢? 大家也吃不少珠熊粥 這一鏈鏈的珠熊是什麼顏色呢? 你不記得,你也不是照顏鬆嗎? 熊到發黑 冬天的時候,你對手也真紅到發黑 就是你對手那麼冷就快要壞了 你說青不青 所以就是越以政治博大精深 怎麼說也有道理 然後當天氣真的去到很青的時候 我們的媽媽就會經常提醒我們 最近降溫,出門記得多套一件衣服,不要摔傷 你們是不是以為我會說過摔字呢? NO! 之前的粵語正節已經說過了 一看就知道沒看過了 不給心機聽褲 和你們說過多少次,上課之前是要複雜的 你們現在是為我學的嗎? 還是為你們自己而學的? 這次我要說的是一個套字 套是指從上往下套的動作 例如開電單車的時候 警察叔叔就會提醒我們套上安全帽 天氣冷的時候 媽媽就會提醒我們記得套上冷衣 睡覺的時候 女朋友就會提醒我們套上眼罩 這樣水面質量好很多 現在哪有人睡覺不戴 不,不套眼罩的 除此之外,套字還有 縮流,以及收籠,以及控吹拍的意思 我看詞為何解釋 哄小朋友,其實你也可以說成套小朋友 但你怎麼說也有一種拐子佬的感覺 但我真的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再再有給長輩套過的發個評論出來威一下 但其實這些都算是粵語的流失 如果能夠通過我們這一期節目 可以喚醒大家的記憶 令這些粵語可以多全逐一日 我們做了這麼多期粵語政治 都算是輕輕有一點點意義了 大家已經聽到一番好像結束的說話了 但其實還沒結束 你就想啊,這麼快下課 還有粵語政治還沒說啊 這個時候,有些老瓜特別靈光的小朋友 就會想到 啊,我們經常說的那個老粒 好像都是這個粒字 而粒的解釋和老粒的場景都很符合 從上往下套,把頭套套套套 然後去老粒 又或者直接拿一個毛包袋 從上往下套 喂,你怎麼粒都可以啊 但很遺憾 我要告訴這班小老瓜特別靈光的小朋友 老粒的粒跟這個解釋 是沒什麼關係的 它是由英文 Rubbery的 Rub... 什麼? 陰液回來 Well,粒語政治博大精深 學冠中西 是不是猜不到他呢? 唉,還混合英文老師那一飯 真的難混合這個世界 雖然廣東人很期待降溫 但降溫的確又會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帶來不少的影響 例如我們早上起床 就會變得很艱難 無論我們教的鬧鐘有多響 無論遲到要扣多少錢 無論今天有多少工作 都很難令我們下定決心 從那個溫暖的皮鬥裡面捐出來 但是在很多年前 我們的媽媽一早就看穿了問題的本質 想我們起床 其實不需要鬧鐘 不需要懲罰 不需要任何重要的事 只需要... 撲實無華的一招 起床啦 我數三聲 1 2 3 好冷啊! 沒錯,就是戚皮 不是開玩笑 你會發現你從來沒有如此神清氣爽過 你仿佛睹大眼那一刻看到我重生 因為真的冷到快要死了 想睡都睡不回來 說了這麼多 大家都知道我是要說戚字 那戚字就是這樣寫 嘩,這個轉字真的很硬 但是硬硬硬,我認 左手提手旁表動作 右手戚字表讀音 嘩,簡直就是粵語正字的典範 超級合理 我完全沒有XX的 戚分別有 提、咒、抽、拉的意思 嘶 而這四個意思,具體有什麼分別呢? 我目前也不太清楚 總之大家平常說的 戚著袋子 戚起衣服 戚起肩膀 戚它出來 對,都是這個戚字 以上這四個例子都是出字詞典的 而我本人比較好奇 在什麼情況下 會用到戚它出來 我想來想去 唯獨只有竹家印這個情況 而且我覺得這個戚字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 它好像自帶起的效果一樣 就是那些八種小說的經典橋段 你用普語來描述 很正常 男主扯住女主的衣領 像戚小子一樣 單手提遲了女主 帶你專誠粵語 男主扯住女主的衣領 然後好像捉雞仔 單手就一下子戚起女主 畫風突然搞笑了起來 你當場會覺得男主好像不是霸道總裁 他像傲拜 所以大家神用的戚字 尤其是對人 一對人 不是捉姦就是傲拜 當然也有可能是傲拜捉姦 總之是細思極恐 唯有今期的粵語正字 時間又差不多了 巡礼也是要關心一下大家 降溫呀 記得添衣保暖 病了的話 記得吃藥呀 廣東的天氣變化無常 但我愛你們的心 依舊不變 最近都少了見面 有什麼辦法可以陪你多一點呢? 啊! 我想到了 以後我們每晚一起看月之一二 然後同時點再看 再轉發出去打卡 每晚都讓我陪著你 你又陪著我 你說好不好? 這麼好啊 你也什麼好啊? 之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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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